我們趕快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本週GN懶人包的部分 神魔之塔快要9週年了 接下來也會有一連串的週年活動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啦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一抽大進化 這個其實跟之前的一抽人品大爆發有點像啦 那這邊有一個詳細的活動說明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之前黑金裡面抽到的包括吃油啊 客魂這種 都有機會在這次的活動裡面摸到啊 再來幸運燈的部分就是要你去解任務了 那我覺得這個最吸睛的就是黑金角色一抽 跟魔法石100顆的部分 給的還蠻大方的啦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記得解一下任務喔 再來是這邊有一個蛋糕防守戰一個小遊戲的部分 這個我有玩過啦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有點類似節奏遊戲的感覺吧 下面這張新角色的部分官方是說這個是輪迴啦 可是看他的技能我覺得出自在輪迴好像怪怪的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是比較娛樂版的輪迴 這個輪迴只有9成而已 點點的主動機是CD6可以發動 發動技能已經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將所有福祉從後的隨機屬性強化 效果再進到下一層才會消失 這個就是陳述常駐技的部分了 九週年活動裡面還有一個全新的星時任務 反正就也是可以讓你抽卡啦 抽到最好的應該就是畫面上這隻亞特蘭提斯了 一樣齁 這邊有一個活動的詳細規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只要消耗我剛剛提到的星時就可以抽卡 九週年期間你只要持續登錄也都會有送好禮 畫面上大家看到的獎勵應該算還蠻香的啦 最右下角那個自選Omax我也已經幫大家分析過了 所以到時候如果真的出來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背包裡面缺的 去做Omax角色的選擇喔 然後是全新龍科蛋糕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第三顆蛋糕了啦 所以如果你前面沒拿到的 這一次記得把它拿起來 那這個蛋糕不管是技能還是武裝技能 都是跟前面的蛋糕一樣的 接下來這個比較像是給大佬看的關卡啦 你等級越往上面升等當然越難 但九週年期間會有讓你 打一關升一等的這種關卡出現 要記得好好把握 接著就來看我們昨晚提到的 堅毅氣魄嶄新時代的全新大獎到底強不強 1%大獎是暗獸的克洛伊 只能首批消除符石 這邊又出現一個完全不會天降的隊長了齁 你可以把它想成獸類的拉普拉斯 或是獸類的智障女神 隊伍中只有獸龍妖的時候 全隊攻擊力8.5倍 這邊單邊也已經來到8.5倍 如果雙隊長就是72.25倍了齁 血回也是有2倍 首批消除大余等於10顆的話 全隊額外再給你6倍啊 接著來看一下隊伍技能的部分 必然延長轉出時間6秒 欸這個真的延得蠻多的 所有符石兼具其他符石 所以這邊心也是有被兼具的喔 而且所有成員進場CD-6 對於龍獸妖來說CD-6應該是6成以上的卡 進場不到3回合就可以開招了吧 首批掉路的符石以獸族符石代替 所以每回合你只要移動符石之後 他會幫你引爆獸族凍結風化電擊符石 然後再掉一次獸牆下來 引爆有大余等於5顆的話 所有成員無視防禦還可以幫你無視拼圖啊 哇這個獸類看起來有點不得了了 而且引爆的同時也還幫你回血最多是回到12萬 那要注意喔上半部是引爆大余等於5顆的話 那下半部是引爆每5顆的話才有這個功能喔 那這邊也會幫你產生一個追打 每位最多可以追打3次 最下面的話就是因為我提到他們的祖先 就是貝希摩斯跟巴哈姆特的部分啦 所以這邊隊伍技的互動就是有一個獸類開招 就有一個減CD的效果 主動技的部分是CD-7可以發動連希摩導式 為什麼我要特別念這個連希摩導式 是因為他也有一個特殊的功能玩法在 將非種族膚石添加為獸族膚石 兩回合內減傷80% 龍獸妖兩倍 每消一粒種族豬直接把你加一康 最高就是加到15康 那我剛說的連希摩導師的特殊玩法就是這個 你只要場上有先開一個連希摩導師 其他的連希摩導師就不能開了 他會改為發動另一個技能 然後當前你場上回合存在的這個效果 可以延長最多延到6回合 接著來看一下二獎米爾頓的部分 隊伍中只有龍獵拳的攻擊力6倍及血3倍 自身不能發動攻擊 好啦 看到這個不能發動攻擊 當然就是要搭配一下角色珠嘛 不然就白白浪費這個不能攻擊的效果了 你有消到角色珠的話全的攻擊額外6倍 沒有消到的話減少40%所受傷害 這邊一樣有一個隊伍技的部分 好啦 跟他的祖先巴哈姆特也是有一個搭配 進場CD-6 身上有附加效果的成員攻擊力3倍 而且可以再無視固定連擊呀 只是這張卡當隊長的話可能就比較激熱了啦 雖然說首批掉落的9顆符石必定為火 但是他這邊符石是沒有兼具的 那最下面一樣龍獵只要開招的話 米爾頓跟巴哈姆特就有一個減CD的效果 主動技的部分只要CD5就可以發動了 也是連希魔導士 兩回合內發動技能機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龍獵成員直接幫你加一回合抗憤喔 而且會把火符石轉成火龍牆 然後新轉成隊長屬性的強化珠 最下面那一個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了啦 這是第一張可以防佐熱地形的卡喔 隊長是龍獸妖的話 佐熱地形傷害減少80% 再來剛剛提到的兩隻大獎也都有一個羈絆技能 分別是跟鮑威還有波特 其中波特是還沒有推出的角色啦 克洛儀的部分是追打 米爾頓的部分是加康 接下來主線部分也會開放第六章喔 大家記得去稍微打一下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全新魔神戰 昨天有一些觀眾誤會啦 說這隻會不會是黑化的四瘋王 我覺得某方面來說蠻像 但其實差蠻多的啦 這一隻混沌之花是光屬性的神族喔 不要再說他的長相應該是獸獲妖了 CD7可以發動主動技解除優避空間 唉唷這個技能其實還算蠻特殊的喔 將最頂兩橫行的符石轉換為固定數量跟位置的光暗星牆 一回合內光暗星首批二消啊 再來另外一個技能一樣是幫你解除優避空間 將最底兩橫行符石轉換為三屬牆 那這邊就變成三屬牆可以二消喔 OK以上大概是本週巨恩懶人包的部分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接下來九週年活動有什麼看法 或者是你對於大獎二獎還有什麼想說的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